其实各位可以在哪边找到 在Moodle上面的公告 公告里面的话 我每次上课 都会把影片贴到这里 所以如果你要看上个礼拜的东西 其实你可以再把它 连到YouTube上面去 我跳广告 你可以把它录我 理论上我是会除了说会 加那个 影片之外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我上面 其实还会加字 因为上个礼拜好像解析度没调好 变成只有左上角 好像你右下角有一小块 没有路到 不过应该我看了一下 好像还是可以 至少有画面 不然我怕开天窗 而且上面我都还要加上字幕 OK 各位可以自己再找把它看一下 另外的话 每一次上课基本上 因为再来我们加退全就过了之后 再来慢慢就是 你们每一次上课也要交作业 主要是希望说你们 要真的动手做 然后从做的过程当中 你就学到 你会了之后 你再去看相关以色列的书籍 你会发现你会比较看 你会觉得看了 看了之后你会发现 那书写得太简单了 但是如果你完全不会做 你去看那个书 你会觉得 好困难 太抽象了 那其实那些书 其实基本上我觉得 最好是你做了之后 再去找答案 而不是说你直接看了之后 再回来 我是觉得 因为那些书 其实基本上 很多东西真的 如果你没有实际上的 做的经验 你去看 真的会太抽象了 那种其实就工具书吧 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 刚刚同学有一个问题 刚刚的问题是说 他这个地方test 可是他里面却没有test 有没有 那我同学问说 按确定 不过你会发现 他居然没有出错 有没有 公式向下填满 居然也OK 那表示什么 表示Excel的包容性太大了 如果其他程式就出现错误了 这不让你过 那为什么会这样 主要原因是因为 可能Excel 他觉得说 你有可能会做错 那你如果做错 我可以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可以让你过 其实这是一个bug 但是他不让这个bug发生 所以他算 我是觉得Excel 这部分包容性还算大 但是以后 我是建议 量还是有正确的观念 你就不容易做错 不容易做错 如果说这个地方 IP这个函数 他有包容 OK 可是其他的函数 不见得会包容 那不见得会包容 那就出错了 所以尽可能的 这个地方可能要记得 前后一定要双一号 只要他跟你讲说 是TES的话 那意思就是说 他是需要一个文字的资料 而不是一个数字资料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那如果说底下这个是Lumber 如果你看到什么Lumber Times这些讯息的话 那通常就是一个数字 那你给对的资料 他这个公式就不会出错 不会出错的话 那你就很快可以把事情解决了 OK 那这个 这个问题是说 这个在哪里呢 在前一个页面 LEN的 密的这个地方 那有同学 要抓这个地方出现错误 那为什么错误 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出现的并不是结果 而是公式 那 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假设出现的是公式的话 像这样的 它出现的是 这个地方 它会把什么 把这个公式 直接显示在这上面 那主要原因在哪里 所以以后呢 假如说 你们看到的结果 跟你预期的不一样的话 那你只需要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个范围 通常是格式的问题 所以呢 要怎么解决格式的问题呢 特别注意哦 第一个请你把这个资料范围选起来 这个按右键 找到储存格格式 就在这里 那 注意哦 储存格式 它的预设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通用格式 所以呢 你如果像这个地方 你只要什么 把它改为通用格式 按确定 但是你想说 老师 为什么它通用格式之后呢 没有理我 可能还 你还要做第二件事情 什么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你必须在上面呢 再把这个公式 重新执行一下 它才会出现正确的结果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假如说 如果假如说 刚刚的 在那个什么呢 前面这个 LEN END MID 这边出错的话 那你就记得 把那个原来的格式 把那个原来的格式 改为什么呢 通用 原来好像它 被改过 改成文字 因为如果是文字的话 它显示出来 就会是上面的公式 而不会是最后的结果 所以这个地方 可能要特别特别注意 那在ESAO里面 其实它 资料归资料 格式归格式 所以其实这个 理论上是要分开来看待的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好 所以如果你这些观念都有了 我是觉得说 你用ESAO应该会用的 还蛮愉快 而且会蛮有成就感的 因为觉得 哇 这工作简直是很愉快的 每天上班 都会蛮期待的 那为什么有的人 很讨厌上班 因为什么都不会 而且老板就是 马上要资料 催着要死 但是你用ESAO用不好 那你用 你假设说 去问其他同事 其他同事 当然也不可能说 有义务教你 对不对 而且像我之前 有问过有一些 上我的课 因为我在 晚上也有 上一些推广的课程 来上课 他们都说 其他同事都有 他们都效率很高 但是他就没有 他不会 不会就会觉得 很有压力 所以他就一定要学这些东西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完成之后 再请各位做 请你把那个综合练习 这个工作表 再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 那怎么复制一模一样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拖拉 拖拉就是按住这个 不要放 向右拖拉 之后按Ctrl键 各位有没有发现 综合练习会变多一个 综合练习 刮扶2 特别重要 删除不要放 锁键 然后向右拖拉 加Ctrl键 又多一个了 所以以后 如果你要练习 不同的解法的话 你可以什么 拖拉 加Ctrl键 太多个了 删掉了 按右键删除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只要 多一个就可以了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要把刚刚的公式改一下 如果我不用REPT加里留言 我换一个更简单的 用Test 那Test是什么作用 刚各位讲 你可以在旁边 可以把这个公式先删掉 你再多一个 然后呢 这边也许你把它改成 两下 名称改成叫 刮扶2 变成刮扶2 Test Test Test这个函数呢 当然如果假设你不太熟悉 没关系 你可以在旁边 就是在I4储存格的位置 我先把旧资料删掉 这要是删掉 Ctrl-shift向下 然后按Delete Ctrl-shift向下 Delete 就可以把旧资料删掉 那 再来的话呢 我们用Test 比如说84要改成084 7要改成007的话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插入函数里面 你找到文字内 里面有个叫Test TXT这个函数 那它的用法底下有说明 刚指定的数值不是 什么 就这样 当数字转换为文字 数字 数字指的是什么 84 转换为文字 其实就084 也就是说呢 它其实 一串的叙述 意思是说 如果你要把84 转换为文字 就084的话 那其实可以用它 OK Test Test呢 你必须要跟它讲一个讯息 什么讯息 叫做FormatTest Format就是格式化 Test呢 就是你要 把它变成 这样的一个规则 一个格式化文字 告诉我一下 那个规则怎么来的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那个规则 比如说像 84 要改成084 你可以 在84上按右键 就是那个格式 切到自定一下 就是这个 那自定的话 你切到自定的话 这个地方就会出现什么 有一个类型下方 有一个 让你输入公式的地方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FormatTest 那 FormatTest的话 你只要输入三个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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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现 确定之后的话 这边就会变成 什么 084 不过跟各位讲 刚刚那个地方 是格式 格式是表面上看到的 那如果你真的 要把它转换成 084的话 那你必须用Test函数 虽然看到的结果一样 但是 一个是表面上看到的 一个Test是真正转换 真正转换怎么转 很简单 很简单 插入环数 找到那个文字内里面的Test TXT 给它两个资料 第一个资料就是 什么呢 84 OK 所以这个我刚刚是已经把它转 虽然你看到它是084 但是实际上你点它的时候 它其实还是84 实际上你表面上看到 是084而已 OK 好 那第二个 Format Test 记得 如果是Test 要记得什么 前后要加双以后 前后双以后 然后规则的话 就跟刚刚一样 三个零 一 二 三 也就是说 加三个零 就是帮我把原来的数字 84 经过了三个零的 这个规则之后 它输出就是文字 文字的规则就是084 就是三码 OK 所以特别注意 Test 按确定 看一下 对 那如果你向右填满的话 你会发现 007就出来了 有没有 因为其实我向右填满 是直接去抓7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用Test取代 那个什么REPT 加3 减掉L1 的话 感觉简单很多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理论上这样 刚刚的公式 我们就09 这个不需要动 点这个也不需要动 到这个REP 这个地方 可以把它删掉 有没有 然后我只要加什么 加Test Test Test 刮糊 然后资料的话 就是这个 84 所以Test 刮糊 T4 逗点 逗点之后 你会发现 然后会跳第二个参数 就formate test 那formate test 特别重要 只要看到Test 一律要加前后双以后 000 后双以后 OK 那特别注意 刚刚那个repeat 0的地方 前后没有双以后 它没有出错 但是跟各位讲 这个Test函数 如果你这个地方 没有加前后双以后 它一定会出错 我印象中是这样 所以 那个repeat的包容性 蛮大的 因为你给它错误了之后 它居然也吃 OK 那这样完成了 后刮糊一下 就OK了 有没有 其实刚刚的差异 还蛮大的 有没有 刚刚还REPT 减掉三减 什么 三减掉L1N 那现在的话 很简单 Test 趋势逗点 后面加三个0 前后记得加 双引号 打勾 好 有没有 你会发现08是OK 那再来后面的话 007怎么办 很简单 一样的方法 把 F4后面包含 M的符号 把它复制 我们用Ctrl-C 然后呢 在它尾巴的地方 Ctrl-V 然后呢 把G4 改成什么 H4 所以你可以选取点H4 或者直接把 Q改成H 也可以啦 好像H 好 OK之后的话 打个勾看看 向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 结果 居然呢 也会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 当然差异还蛮大的 你会发现 要是你的话 第一个方法 方法一 方法二 你会用哪一个 当然这个嘛 OK 主要当然 所以我跟各位讲 解决一个问题的答案 恐怕有非常多种 但是呢 你要挑哪一个 有的时候是每个人 逻辑不一样 还有有的人 跟你对于 那个Easell熟悉度 也是有关系 因为我发现有些人 他对Easell不太熟 所以他 公式打得好长一串 结果 跟打一点点的 结果会是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有的人 对Easell的 预料函数 掌握没有那么好 所以他可能会用 很多 不需要做的动作 OK 所以要怎么样 能够 把公式 写得更简短 这个我想 还是花一点力气 好 那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后面 还会找其他的案例 像这个案例 是 某电信公司 内部训练的 资料 主要的对象 就是他们的客服人员 因为他们现在 客服人员 每天都要处理 非常大量资料 所以你 你不要想说 客服人员很轻松 客服人员还要很厉害 Easell如果是不会的话 那说真的 他也没办法 很 很 这个 很 快的把事情处理完毕 OK 所以 这个的话 请各位 试试看 把这个 公式完成 然后 相关的解答在哪里 解答其实在云端白板 的 第一个单元的 第一个档案 应该下面这边就有了 这边就 第几页 这边就有Test 第四页地方 也会很明显 公式短很多 那最关键的就是用Test 然后 里面的话就是000 Test这个函数 非常好用 因为很多地方如果不用Test 真的是做 做得到的话也很麻烦 像刚刚你不用Test 也做得出来 只是说 感觉好像绕了个弯 那 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 试试看 那 后面的话呢 我们就来 把 这个 刚刚做的这些动作 再 把它变成 两个按钮 那两个按钮主要的用途 就是说 如果按一下一个按钮 这些资料清掉 按一下呢 就把刚刚同样的事情 重做一遍 那你不用自己动手 你只要按按钮 一秒钟就完成了 这要怎么做 我们待会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先把 Test这个函数 先试着 做做看 那么